2023年第一屆國際福卵文化大會季宣導節能政策活動 於9月22日在高雄議程旁觀地廟舉辦 吸引眾多信徒前來一起參與 活動現場相當熱鬧 信徒很多 信徒很多 今天早上就有一千多人來參加 這一次跟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首次擴及到海外 是首屆國際福卵文化大會 我們邀請了泰國 馬來西亞 還有新加坡三個國家 一共有13個閣 他們的閣就是我們台灣的廟 他有13個閣過來 然後有5個閣現在在福卵 福卵的意思就是以人向善 是希望恢復人倫道德 不要去做壞事 在活動中除了福卵之外 還特別宣導節能政策 希望能藉此推廣節能的重要性 當然在我們不要去破壞一些很自然的植物 生物 在減碳是為了我們下一代 還在經營 如果我們有節能減碳的話 下一代也能享受的那些好的空氣 如果我們沒有節能減碳 當然破壞環境的話 未來空氣任什麼東西都不好 對我們姿子孫孫也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聲明也有指示 真的一定要做到節能減碳 這次的活動還邀請了七位教授們 來到現場進行演講 妙城開獎從早上到下午相當豐富 第一場是福卵的呈先與其後 因為我們有感覺到 福卵是一個古老古老的文化 它有需要層層下去 所以不應該承接先人 那麼好的文化素質 我們就是從早上十點開始講 請了七位教授 一位教授每個教授講一個小時 這叫廟庭宣講 講有關福卵的 有關勸話的 所以有七位教授來輪流演講 中東信徒聚集在一起 透過活動互相認識 增強國際交流並增進彼此友誼 記者蘇換軍 莊舒婷高雄報導